G76PAABBCCQRG76XJ值PQRF 分别看一下这几个它的一个含义 PAA经加工的重复次数 相当于我们最后一刀 要测多少刀的我们就写了 那这里要注意是两位数 要写两位数 第二个PBB 这中间这两位数 指的是退尾量 它的单位为0.1乘以逻辑 乘以这个数据 那像我们数据的话 写一个05就可以了 CC刀尖的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说的近刀角度 Q最小的切身 单位是微米用半径表示的 R经加工的一个余量 单位是毫米用半径值表示 注意这两个的单位 一个是微米为单位 一个是毫米为单位 那具体的还有些系统是以0.1个微米为单位的 所以编制程序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它单位 有些系统是按那个毫米为单位的 第二行的这个X跟J值是它的一个螺纹的底径跟螺纹的长度坐标 P在这里指的是牙膏 P指的是牙膏 等于大径减小径除以2的一半 单位是微米用半径来表示的 Q指的是第一刀的切身 单位为微米用半径值表示 R值螺纹的追度的半径差 省略为值螺纹 F导臣指的是公制螺纹 I 牙述指的是阴制螺纹 好看一下例子 用G76指令编制下图所示M20x1.5的公制螺纹程序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螺纹 第一步要做什么的 第一步先把这个图的小径算出来 是吧 我们的螺纹的小径等于大径减去螺约乘以1.3 所以算出来是18.05的 这是它的一个小径 然后牙伸 牙伸的话 单边牙伸等于20减去18.05的一半 就等于0.975了 这只是单边的牙伸 单边牙膏 好 接下来是首次的切入量 我们第一刀要切多深的是自己订的 自己订的 看程序 G0X22J3 G76 02两次的金车 0545度的退尾 6060度的一个螺纹刀 Q最小切入量是0.1 单边0.1毫米 L0.1是一个余量来的 再看第二行 G76写出它的一个中点坐标 就是底进坐标了 X18.05 G-30写出这一点坐标 P指的是牙伸 牙伸 这里指是0.975 我们按微米为单位的 所以我们就写975 Q350则是第一刀的下去深度 单边为0.35 F1.5 程序就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出 G76是一个复合群狂进刀方式为斜进的 就单任的切削 单任切削 因此适用于较大的罗具 罗的切削 编程的时候就进一步剪跨了 第二个例子 音质罗纹 用G76编制这个音质罗纹 我们可以看图 这是一个G二分之一 是一个音质牙 长度是20 我们第一步 先查出这个相关的一个尺寸 比如说我们音质罗纹 爽着55度的罗纹刀 接下来我们要查一下罗纹的表格 查出大径20.96 这只是它的一个大径 小径18.63 小径就是我们的底径 牙数是14个牙的 那这里的单边牙深 就这里的单边牙深 你就用大径减小径的一半 就是等于1.165了 1.165的深度 单边的 我们看程序 首先是一个 程序名 再开主轴给转速 定位 G76 P02 两次金车05 退尾量55 刀尖是55的 直接写55 Q100 最小的切入量 260.1 已经加工的余量 G76 写出它的一个终点坐标 底进坐标 再写一个长度 写它的一个牙深 牙深这里算出来是1.165的 因为它是微米微单位 所以就写1.165 Q350 指的就是它第一次的进刀量 I14 14的牙 做完之后就退刀了 G0 X100 G50 就是一个程序结束 我们看一下这个摩椅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